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下这个函数这件事情 那函数也有人叫做韩式 英文叫做Function 那韩式这个东西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unction 就是韩式这个东西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这个一个简单的定义呢 就是说呢 韩式本身就是有一个名字 那有了这个名字之后呢 你就是在这个名字下面 你可以定义一些这个执行 你要执行的事情 然后呢你每次就用这个名字 去呼叫这一套程序 那这套程序呢 就会被执行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你要做两件事情 就是说你要先给它一个定义嘛 有时这个定义之后 电脑才知道要做什么 那另外就是说呢 你当然就是要给这个定义一个名字 所以你后来可以用这个名字去呼叫它 那当然就是说你在使用函数的时候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输入 有些输入 那这个输入呢 呃是由就是从外面丢一些这个变数给它 typical是这个样子 那当然它有可能会有一些输出 那所以我们就是用一个简单的图 来描述的话呢 它基本上就是说呢 有一个这个函数有一个输入嘛 那 那所以呢 是这个函数的输入呢 就是一般都是从外界提供的 那有了这个函数的输入之后呢 这个函数就会做一些适当的这个运算 适当的运算 那运算完之后呢 这个最后它会输出所谓的这个return values 就是说 通常是一些这个最后的结果啦 那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整整体的这个概念啦 那所以呢 我们就是 呃从一个例子 来开始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 我们要去使用函数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那所以呢 函数这个 其实各位已经有 就是在各个地方 在不同的场合已经遇到过函数这个东西了 那所以各位可以从这个一些 这个我们这边提供的例子 来看 就是比如说呢 我们大概大概都有遇过 比如说你可能 如果没有遇过 你可以回去自己试一下 比如说ABS 可以拿来帮我们算 所谓的这个绝对值 这个东西 然后呢比如说ABS的-3.2 他就会告诉你结果是3.2 对不对 那 这个我们通常会把这个 Function这个东西呢 跟这个 数学的那个函数 相比拟啦 那事实上 Python里面也有提供一些内建的 这个做一些这个数值计算的一些函数 比如说你如果import 这个Math 这个Library之后呢 Math里面就有一堆这个做各式各样的运算 比如说你可以取这个Square root 就是开根号 比如说根号的3.2 Math-Square root的3.2 就会是这个数字 1.788左右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如果说要使用一个函数 一个Function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会用的动词是call call或者invoke 那中文基本上就是呼叫或者执行 就是我们呼叫一个函数 或者我们执行一个函数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 所以呢 这个函数这个东西到底是在干嘛的 那我们就是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想要这个 这个印歌词 那印歌词的话呢 这个 很多歌词事实上 不只是我现在选的这个歌啦 事实上 这歌是儿歌 所以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单纯的 那但是就是说一些这个 别的歌事实上也有很多重复的地方 那所以歌基本上就是一行一行的嘛 那比如说呢 这个歌就是叫做Fight Little Dogs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大概我们这边有三个段落 它事实上完整的歌词更多啦 不过我们就取前面三个段落来看 那这个歌词大概是什么呢 它是Fight Little Dogs Way out one day Over the hill and far away Mother Dogs say kwakwakwak but only four little dogs came back 所以这是第一段 对不对 然后呢 后面是第二段 那第一段跟第二段 基本上是很类似的 对不对 唯一的不同就是说呢 本来出去五支 然后呢 回来是四支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回来四支之后呢 这个 呃 第二天出去剩下三支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第三天呢 有三支出去 回来剩两支 对不对 折损率很高啦 那 所以呢 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一堆print 对不对 把它组合起来 那这个print呢 我们在每个段落之间呢 加上一个这个print挂号 这样子会印出一个空白啦 空白 所以这个是空白 所以呢 它就是在不同的段落之间 会有一个换行的动作 会有一个空白行啦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整个执行的结果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一点都不意外 对不对 这是第一段 这是第二段 那这是第三段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师傅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对不对 那所以 这个我们有办法可以做得更好呢 更好吗 那我们回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这个原始来原来这个城市 原来这个城市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重复的地方 对不对 比如说呢 这个第二行跟第三行 每一个这个段落的第二行跟第三行 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嘛 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说呢 不要写这么多重复的东西呢 那这时候函数就可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 因为它可以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工作 就是去做这些重复性的工作嘛 那所以 这常常 这个常常也是我们怎么样去 去看待说 我们是不是有地方可以来用一个函数 来经济我们的城市 那这个通常有一个症状 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你的城市里面 有很多很多重复的东西的时候 那就表示说呢 这个函数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可以发挥它的功能嘛 发挥它的功能 因为就是说我们有了这么多重复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重复的东西包裹起来 包裹起来 那包裹起来之后呢 以后每次要做这些重复性的东西 就把这一包丢过去 就帮你做 就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就从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从第二行跟第三行的这个重复的 这个重复的 完全的重复的这些东西开始 就第二行跟第三行呢 就是这个嘛 是over a hill and far away 还有mother dark say qu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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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两行 那所以我们就定义一个新的一个函数 那新的函数呢 的定义是长这个样子 长这个样子 那所以呢 这个定义的结构 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 就是前面呢 有个关键字叫做deaf df 那over the mother呢 over mother over mother 就是我取的一个名字 over mother 那 基本上呢 就是说呢 是这个 over mother 这个东西呢 到时候呢 我们如果要呼叫这个函数的话 就用over mother 这个名字 好来做 然后呢 这个函数里面呢 做两件事情 就是print over the hill and far away 还有print mother dark say qu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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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两件事情 另外就是说呢 在这个python里面呢 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他在定义函数的时候呢 他靠的是一些这个 一些 这个 一些 一些这个格式上面的这个 这个 这个安排 就比如说你在这个 这个 函数的名字 然后后面这个挂号呢 之后呢 必须要有一个冒号 这些都是必要的 然后呢 函数的内文的定义 本身呢 这边要有一些这个 这个所谓的缩排 缩排 那我们到时候会再给各位更详细的 一个这个这个说明 但是就是说你在现在 你大概看一下这个函数的一些特性 那基本上就是有几个特征 对不对 有这个 有def这个关键字 有名字 然后这个挂号呢 后面应该是 后面我们会接一些这个传入子 那在这边这个这个没有传入子 所以就只有一个挂号而已 然后一个冒号 这个冒号都是一定要的 然后呢这边要缩排 那所有的这个 这个在函数的定义 属于函数定义里面的这个东西 这个缩排要是 的这个这个缩 缩几格 必须要是一致的 如果说你的这个 这个缩排的这个数目不一致的话 如果说你的缩排数目减少了 那Python会自动的认为说 这个是你函数的定义结束了 大概是这样子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 这个新的这个函数定义 来 来 重写我们的程式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 做了一个新的 这个 这个函数的定义在这里 对不对 那这个函数基本上呢 就是给这个 就是印出中间那两行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 每一个段落呢 就变成这样 对不对 第一行我们不变 那第二行跟第三行 就用这个over mother取代 对不对 然后呢第四行呢 就是一样照原来的样子 然后印出一个空白行 那接下来一样 这是第二段 这是第三段 也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做法 就是说呢 一样也是这个第一 第一句 原来是造就 对不对 第二句跟第三句呢 就是用我们新定义的这个 这个 这个函数来取代 然后呢 这个 最后一行 就是造就 那这个东西执行的结果 会跟这个原来的 一模一样 原来的结果长什么样子 给各位再看一下 原来的结果长这个样子 长这个样子 所以它就印出一模一样的结果 只是说现在中间这两行呢 就是被我们信 去我们用一个信定义的函数 来 来这个取代了 那 所以呢 那我们事实上可以做得更好 对不对 我们事实上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这个歌的 这个歌词呢 它这个四个句呢 事实上都有某种程度的 这个相似性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D句 D句的话呢 不同三个段落的D句呢 就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是数字不一样嘛 就是开头这个数字 一个是5 一个是4 一个是3 对不对 那 那后面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事实上呢 可以 可以 再去定义一些这个别的函数 来帮我们把这个 这个相似的这个部分来处理掉 那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呢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数字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我们必须 就是说 这个部分必须要能够代换掉 要能够代换掉 那 那 所以怎么做呢 所以我们一样 我们就定义一个新的这个函数 那名字叫做NDAX 那这个名字是自己取的啦 自己取的啦 取个好名字 有时候也是这个 蛮重要的 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跟前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它有一个这个传入值 就是说它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这个英文叫做Parameter 好 Parameter 然后呢 这个 NUM 这个Parameter呢 到时候呢 我们扑架的时候呢 就会 就会代换成我们 我们扑架的时候传入的值啦 那在这边呢 就假设说 我们在写中函数的时候 如果它有参数 我们就假设说这个 这个NUM 这个东西呢 会到时候会被 会被取代掉 被取代掉 然后呢 所以呢 我们这个就 用一个Parameter的一个指定 来印出中间这一行 那这个Parameter呢 比较有趣的地方是 这边引号呢 刮起来就是我们要Parameter 我们要印出来的东西 然后这边有一个爬线S 然后呢 Little Ducks Went Out and Pray 那这边有个爬线 然后后面有个NUM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说呢 到时候呢 我们会假设呢 NUM呢 它会是一个字串 会是一个字串 然后呢 我会把这个字串的内容呢 把它放在这个爬线S的这个位置 爬线S的这个位置 爬线S的这个位置 所以你如果把NUM呢 把它这个指定成5的话呢 它就变成这一行 那如果把NUM指定成4的话呢 它就变成这一行 然后呢 把它指定成3的话 就变成这一行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要把这个爬线后面的这个变数 把它取代掉的一个意思 那同样的 我们可以针对最后一行来做这个事情 那最后一行呢 我们就定一个新的函数 叫做onlyN 对不对 然后呢 它是but only 这个爬线S的这个 little dots can back 然后后面一样一个 一个percent的这个NUM 这样子 那到时候呢 到时候真的 就是呼叫的时候呢 NUM会代换成我们这个 呼叫的时候 传进去的这个变数的值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就会把这个 percentS的这个部分呢 把它代换成我们传进去的这个数字 那这边这个percentS S值的就是说呢 我们这边代换的这个标的呢 会是一个字串的意思 那你当然还有别种 比如说你可以用percentD percentD的话 就是说你代换的是一个整数 类似像这样子 好 那 那 所以呢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定义的这个 所谓的参数跟这个 这个传入值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我们来定义两个东西 一个叫arguments 一个叫parameters 那arguments跟parameters 就是有点像插头跟插座之间的关系啦 那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搞不大清楚说 什么是arguments 什么是parameters 那事实上就是一个是插头 一个是插座 那个是这样子 那事实上呢 谁是插头 谁是插座 其实也不是很重要 或者是 但是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做某种区别 就是说呢 我们这样子说啦 就是说我们在定义一个函数的时候呢 我们会预留一些地方去接收这个输入的这些变数 那这些预留的这些地方叫做parameters 那我们到时候呢 对那比如说呢 像我们前面看到这个ndox这个函数呢 这个num就是一个parameters 因为它就是我们到时候预留要接收这个输入的参数的地方嘛 那所以呢 这就是num就是parameters 那另外呢 我们在呼叫这个参数的 呼叫这个弹数的时候呢 我们会做类似像这样子的事情 比如说ndox 然后挂号 然后five 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这个five 就是一个argument argument argument 就是是所谓的输入的输入集的意思啦 那 那所以这个parameter跟argument 在中文的翻译基本上差不多都叫参数 都叫参数 所以这有时候蛮令人误解的 那whatever就是说你怎么去理解它中文的意思 它们基本上一个就是接收这个传入值的一个地方 一个是 你要丢进去的那个数值 的值是多少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呢 当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你就会用这个five这个argument 丢给这个ndox这个函数 对不对 所以ndox的这个num的这个parameter 就会收到这个five这个参数值 参数值 然后呢它就会 它就会把num设成呢 你丢进去的这个five这个参数值 然后执行这个函数内部的工作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 所以呢 如果用我们刚刚新定义的那两个函数 再加上我们原来定义的那个函数 总共有三个函数 对不对 那这三个函数呢 全部合起来之后呢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来 把整个东西做得更精简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原来的函数 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这是第一段 这是第二段 这是第三段 那 那 这个 你会说这执行起来 结果会跟原来一样吗 嗯 你可以想想看 对一个小小的地方不一样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 对不对 那 来给各位三秒钟 有发现哪里不一样了吗 就是说呢 那 基本上说 所有的东西都会一样 唯一的不一样是这个 我们这边这个 only end的这个部分传进去呢 的这个five呢 是一个大写的five 对不对 第一个字母大写 但是呢原来的歌词 这个but only four 这边four是小写 大概是这样子的差别 那其他部分应该都是一样 各位回去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这个 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子 那 所以呢 我们事实上可以再 让它更有结构一点 更有结构一点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如果再回去前一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呢 它事实上有 还是有很惊人的相似性 对不对 我们总是互叫这三个函数 对不对 互叫了三次 对不对 那何不我们定义一个新的函数 把它这些东西把它组合起来 对不对 把这三个东西组合起来 那不是会让它更有结构一些呢 那实际上呢 是真的是可以做这个事情的 然后呢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定义一个 另外一个函数 叫做新Unit 就是说创一个这个Unit 那 这个 所以它这时候呢 就需要两个Parameter 一个叫NUM1 一个叫NUM2 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名字 为什么它需要两个Parameter呢 因为呢 一个要给这个NDAX 对不对 一个要给这个OnlyN 就是第一行跟最后一行 那数字不一样嘛 数字不一样 那第二 这个中间这个是不需要这个 这个传进去参数的 那 所以呢 这样子做好之后呢 整个东西呢 就可以这个更有结构一些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CosinUnit SinUnit 然后呢 传进去5跟4 这时候它就会把第一个段落印出来 对不对 然后印空白之后呢 再CosinUnit 4跟3 它就会把第二个段落印出来 然后呢 再CosinUnit 3跟2 就会把第三个段落给印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说 就是说经过这样 这个一连串的这个 这个整理跟修改之后呢 整个这个城市的结构 还有可读性 它事实上是会提升的 就是说你不会有那么多重复的东西 对不对 而且就是说整个这个 它的这个 你要做的这个事情的结构 就会慢慢的浮现 慢慢的浮现 那我们刚刚走过了这个过程 事实上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城市开发的一个这个过程 没有人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会写出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城市 然后呢会有完美的一个这个这个结构 然后呢第一次做什么事情都对 这是不会发生的事情 所有的人写城市都是从一行一行开始写的 对不对 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然后呢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有结构 不是那么有学问 然后呢只是你想要 你想要确认这个你做的事情是对的 对不对 那之后呢 这个我们就可以就是 就是渐渐的 渐渐的把一些这个 这个一些好的一些结构 好的一些做法把它 把它摆进去你的这个城市里面 然后一板一板的往前进 最后就会有一个这个执行效率又好 然后可读性又高 然后又容易维护的一个城市 所以这是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典型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大家都是这样子的 没有人就是一开始就是 第一版 第一个版本就写的非常非常棒 不会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细节 就是说当你呼叫一个函数的时候呢 就是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 前面的这个解说的过程里面 大概有陆陆续续有说到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来稍微 更具体来看一下这个事情 那当你呼叫了一个 一个函数的时候呢 这个原来的这个函数 原来这个函数呢 他就会就会停止执行 就会停止执行 然后他会把控制权呢 交给你呼叫的那个函数 那在这个中间的这个 转介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他还会有一件事情发生 就是说呢 你呼叫一个函数的时候呢 比如说你是用比如说 比如说 do this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传进去的argument 是三跟五的时候 那这时候会发生的事情是 这些是叫做argument 对不对 这些argument呢 会被这个连结到 这个do this的这个parameters里面 然后呢 接下来呢 这个程式的这个函数的这个内部呢 就开始执行 原来的他定义的那个程序 然后执行完之后呢 他就会再回到这个原来的这个 呼叫他的那个 那个程式的这个下一行 继续往下执行 那 那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我们刚刚的那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我们如果从这个sing unit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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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呼叫sing unit 这个函数 出发的话呢 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呼叫sing unit 然后呢定义了两个argument 5跟4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程式就会把 要把控制权交给sing unit 这个函数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在交给sing unit的这个函数之前呢 他会做的事情 会把这个 因为我们的这个argument 是5跟4嘛 所以他会把num呢 设成5 把num2 设成4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这时候呢 他就会把控制权交给sing unit 这个函数 然后呢 这时候他就会开始执行 对不对 所以第一行就会执行这个n-dox 对不对 然后呢 传进去的这个argument 叫做num1 那这个num1 这个东西呢 就是他就会开始呼叫 这个n-dox 这个function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会把这个 这个num呢 设成num1里面的值 所以这时候呢 会是5 因为本来 在这个地方 num1的值 就是5 所以在这边呢 num1 num 在这个n-dox里面 会设成5 然后他就会开始执行这个 这个print 这个这行的指定 对不对 那执行完之后呢 他会回到哪里呢 他会回到 这个 原来的下一行 就是这一行 over model over model 这一行 那 所以他就执行over model 这一行 又是另外一个这个函数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就会把控制权交给over model 对不对 那他没有任何的这个 这个arguments 所以呢 他就直接执行这两行 之后呢 再回到over model的下一行 就是 only n 那这时候呢 他就会传进去num 这个argument 那num2 这个argument呢 他的值是4 对不对 所以他就会把这个 only n里面的num 设成4 然后呢 然后呢 把这一行 执行完之后呢 然后呢 就再回来 再回来 他就下一行 那下一行 已经没有东西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会 他就会再回到这个 sinunit的下一行 whatever是什么 他就继续从这里执行 所以这大概是整个这个 函数执行的一个过程 运数执行的一个过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函数的定义 那事实上我们就是说呢 陆陆续续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例子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一个slide 就给他统整一下 就是说 呃 我们来大概说明一下 就是说一个函数的定义里面 大概有可以包含哪些东西 那这个整个结构要弄对 不然的话你写出来东西不会动 所以这个大概是typical你看到一个 这个函数的一个样子 那所以他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当然就是有一个关键字 就是def 那空一格之后呢 后面就是你的函数的这个名字 还有他的参数 所以这个get result就是他的这个名字 后面就是他的参数 你可以用一个或很多个都可以 那最后就是这个colin 这个冒号千万千万不要忘记 没有这个colin 就不会动 就是不符合语法 不符合语法 最后一定要一个冒号 然后呢 在这个python里面有个比较特别的东西 就是说他们就是有一个不成文的 或者说这个其实也不能说不成文 这个其实是这个是有规定的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定义的下面这一行 用一个这个用一个字串 来说明你这个函数是做什么用的 做什么用的 那这就是说你到时候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就是说 在一边写程式的时候我们一边会帮自己或者帮别人去提供一些这个函数的一些说明 那这就是一个这个摆放函数说明的位置 那比较特别的地方它是用一个这个triple quote 就是一个三引号 就是有三个引号合在一起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三引号跟一般我们看到的单引号 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呢 这个如果你是三个引号 一般来说这种一个双引号跟三个双引号的差别是说 一个双引号里面的这个字串一般来说不能包含所谓的换行 不能包含换行 但是呢三个双引号的这样子的这个quote 也是可以包含换行的 所以这里面呢事实上你可以写一个段落 不只是像现在就写一行 那所以whatever这边写什么这都不会被执行 这都不会被执行 这是给人看的 然后呢后面这个后面这些部分才会是这个 这个python会执行的部分 像这个line1这第一行你要执行什么 第二行程式是什么 最后通常一个return return就是说你最后你要传回什么东西 那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说整个函数的一个结构 那另外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呢 这个缩排的部分 所有的函数我们都会有 就是说这函数给完函数的名字 然后呢这个冒号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缩排 那这个缩排要缩多少呢 那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四个space 四个空格 或者是一个tap 那我个人呢通常会用四个space 比较多啦 那有些人会说他会喜欢用两个space 那就是看个人的这个喜好 那我个人是不大建议用tap来缩排 那但是我还是用 我还是会按tap 那你如果是用什么nopay的加加的话 你事实上可以去设定说你按tap的时候 事实上还把你代换成 比如说四个space 那方便你去做这个缩排这个事情 那 那 那就是说呢在所有的函数 的这个定义 函数内部的定义 这个缩排都要一致 都要一致 如果这个缩排有减少的话呢 就他 Python会假设说 这个你的函数就结束了 那 最后呢 就是这个return 我们刚刚有说过 这个return这个东西 return是 如果说呢 这个函数执行到return这个位置的话 那就是 会结束 函数就结束了 然后呢 就会跳回到 这个原来不叫他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你可以叫他return的时候 带一个这个return的这个变数 看他return什么东西回去 好 那另外一个附带提一下的一个东西 就是叫做这个预设参数的这件事情 那预设参数 事实上就是说呢 预设这个概念 就是其实各位现在应该很熟悉的 对不对 各位在有时候在填很多表单的时候 或者说你如果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执行这个命令列程式的经验 你就会发现 这个预设这个 参数值的这个用处 对不对 那所以呢 Python在定义函数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给他这个所谓的 这个预设参数值 这个东西 那 那这个做法很简单 就是说比如说在这边 你如果我们随便讲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叫做print message 对不对 然后呢 它有两个参数 一个叫item 一个叫end days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他就印出这个 please return 这个 这个 pacent s in pacent d days 然后呢 这时候后面有个 pacent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丢给他item跟end days 那这时候他会做什么事情呢 他会把pacent s 带换的这个标的是一个整数 pacent s 就是代表他要带换的这个标的 是一个 这个 字串 是一个字串 s是string 好的意思 那 所以呢 如果说呢 我们这样子定义 这样定义这样子一个这个 函数 然后我们去呼叫他 我们说print message 然后呢 就丢items 的话呢 因为我们这个end days 有设一个预设值 所以他这个end days 呢 我们虽然没有给他 他就用这个预设值 那你如果说不喜欢他这个预设值 你想要用自己的这个数字的话 也可以 你就要只要 只要在呼叫他的时候提供一个 新的数字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执行的结果 就会是像这样子 你如果是print message 的话呢 他就会说 please return items 对不对 这个items 是从这里来的 对不对 从这里来的 然后in 30 days 那你如果后面呢 把这个end days 传进去 比如说是传50的话 就会说review return items in 50 days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 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说呢 我们在呼叫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我们就是是依照这个我们这个pyrameter定义的那个顺序 然后依序传进去这个传入词吧 这是一种做法 那另外一种做法呢 是说呢 我们在呼叫的时候呢 我们事实上可以用这个pyrameter的名字 然后呢 接着这个argument的这个做法来做 那这个这样子的做法呢 的好处就是说呢 你就可以不用去管原来的这个pyrameter的那个顺序 顺序就变得很重要 比如说呢 你可以说呢 虽然说我们在定义的时候是先定义item 然后再定义end days 对不对 那你可以说呢 你在呼叫他的时候 你可以说end days等于25 然后item等于book 你可以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时候呢 因为你有告诉他说 这个25是forend days对不对 books是foritems 所以呢 这个他就会自动的呢 去做这样子的这个相对的assignment 他就不会去管说原来的顺序呢 item是在前面 end days在后面 但是如果说你这边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pyrameter的名字的话呢 那你就要follow原来的顺序 就要follow原来的顺序 所以他印出来的东西就是pre-written books in 25 days 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个变数的scope 那scope有人翻成叫做这个可视范围 基本上就是说 人家什么地方可以碰得到 用得到这个某一个变数 这件事情 那 在这个函数里面 在function内部的这个变数 包括这个参数 parameter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这个区域变数 local的 另外呢 这个 还有一种变数呢 叫做这个global variable global variable 叫做全域变数 全域变数 就是说呢 它是任何地方都看得到的变数 那你当然也可以在这个函数的内部去看到 或者去看到这个global variable的值 那虽然我这样子说 但是就是说中间其实有很多这个细节 我们需要理清 那理清这些这个这个所谓的变数的可视范围 或者可用范围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因为很多这个这个程式的bug 就是说你写程式会遇到的问题 都是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个变数的这个可视范围的一些这个特性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呢 如果说呢 你有两个或者你有多个所谓的这个函数 那这些不同的这个函数之间 如果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local的variable 就是你定义在函数内部的这个变数 那这些变数之间呢是互相是看不到对方的 就是说你在这个函数的内部 是看不到另外一个函数的内部的所谓的这个区域变数 那唯一一个你可以函数之间可以互相沟通的办法 不是唯一一个是我们通常会希望你这个函数跟函数之间 如果需要互相沟通的话呢 我们需要是你用这个用引数传递的一个方式来做 当然还有别种方式 但是就是说呢 陆陆续续都会碰到 我们陆陆续续会介绍一些这些这些观念 但是就是说 如果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 你suppose应该是要用一个这个 这个函数引数传递的一个方式来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local跟global variable 那我们就从一个例子来看 那就是假设说我们现在呢 想要定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叫做gift total的这个函数 那gift total这个函数呢 它做什么事情呢 它就是说呢 它就是有点像是说 它帮你算一个是 你总共需要付多少钱 或者你需要收多少钱这件事情 就比如说假设我们现在是在卖一个商品 那我们有一个商品的单价 那你告诉这个函数就是说我今天要买几个 然后它就会告诉你说那总共去 总共是多少钱 所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函数 所以它只有一个input 就是n n是代表说你总共要买几个 总共要买几个 然后呢我们就假设说我们简化问题 我们就说这个单价是1.2块 是1.2块 不会变的 先假设它不会变的 所以我们就定义一个简单的函数 函数长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前面说的这个 定义函数这该有的这个特性都有 比如说前面有一个def 对不对 然后一个空白 对不对 然后呢这是函数的名字叫giftotal 然后n是它的parameters 然后这边有一个冒号 对不对 然后呢内部这个就是 全部都是统一收牌的部分 就是这个函数的定义 所以我们定义unitp 就是单位的价格是1.2 是1.2 然后呢我们就计算total 是等于unitp乘以n 就这样 然后return这个total的这个变数 那写完这个东西 写完这个定义之后呢 你可以试试看它的行为 比如说你说giftotal3 giftotal3 那看到是3.5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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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6 看到这个不要吓一跳 这个是有些时候呢 我们在做数值的计算的时候 会看到的事情 那support呢1.2乘以3 会是多少呢 会是3.6 那它给的数字是多少 是3.59999 好多9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这个原因是因为 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 所谓的浮点运算的时候 那这个系统的内部 这个有一套 这个表示浮点运算的方法 那这个表示浮点运算的方法呢 在做某些转换的时候呢 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误差 那这个你看到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小小的误差啦 这个在大部分状况下面是不重要的 就在很少数的状况下面是很重要的 那在那种少数的状况下面 你就不应该用这种 标准的这种浮点的表示法 应该用别种表示法 那种精确度不会跑掉的表示法 那就比如说你是处理银行的账务的时候 你就会使用那种表示法 但是一般的时候呢 我们不会做那个事情 一般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会有一个 这个标准的浮点表示法 就是不同 现在我们使用的这种 那如果说你比如说 你就是give total 10 10就是说你买10个 那告诉你多少钱 12块 12块 那所以这个 看起来是行为是还蛮正确的 它是给了正确的答案嘛 对不对 那所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个 在这个函数的外部呢 去看到这个函数内部的所谓的区域变数呢 那答案是不行的 那这个原因就是很简单 因为就是说这个单位 这个unit p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要去看 这个unit p的值到底是多少 我们如果是在函数的外部的话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 定义完函数之后 我们打unit p 那这个python就是告诉你说 这个unit p是undefined 的原因就是因为 就是说unit p是一个local variable 它活在这个 你定义的这个函数的内部 那你在函数的外部呢 基本上就是看不到 看不到这个变数的 那如果说呢 那我们今天想要 试试看有没有投资部 对不对 我们想说我们来定义一个 这个global variable 我们在函数的外部定义一个global variable 也是叫做unit p 那我们可不可以利用这个global variable 来影响函数内部的这个行为呢 所以呢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呢 你基本上是不能做这个事情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呢 在函数的外部呢 定义一个这个unit p 然后说它是5 好就假设说我们就说 哎现在变5块了 变5块了 那我们在执行 刚刚那个gift total 问它说一个多少钱 它还是告诉你说是1.2 就是原来那个数字 是没有变的 原因是因为这个 你在外部 在函数外部定义的这个 这个权域变数 如果函数内部呢 有一个这个 这个一样名称的变数的话 这个函数内部的这个名字 函数内部的这个变数呢 只会覆盖掉这个 会覆盖掉这个 这个global variable的这个变数 就虽然它是一样的名字 但是就是说呢 它事实上是两个不一样的变数 那不过呢 如果说呢 你在函数的这个内部呢 是没有同名的一个东西 那你事实上是可以 是可以看得到 这个外部的这个 权域变数的这些 这个变数值的啦 那所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假设说 我们也在意说这个 这个函数外部的一个 这个变数叫做weekend 那这个weekend就是告诉我们说 今天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或者是周末的这件事情 那 那所以呢 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个 give total的这个函数的这个内部呢 想要看看这个 这个外部的这个权域变数呢 这个weekend的这个变数是多少 所以我们就在里面加一行 这个weekend等 percentd 然后呢叫他印出这个weekend的这个值 那 这时候我们在这个 函数的外部就说这个weekend等true 就是我们一个 global variable 叫做weekend 那这个weekend的值是true true就是 就是 是 是为真啦 为真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 内部的表示 他事实上就是1啦 那 这个 如果是force就是0 那在这时候呢 我们不叫这个 这个give total 然后叫他算五个 然后呢把结果放到m里面 然后呢 他support就會执行到这一行 对不对 就执行到这一行 那这个结果会是什么呢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 那结果会是像这样子 他会印出weekend等于1 那weekend等于1 基本上就是 是这个true这个数字啦 的数字 的数字就是1 那如果说呢 你想要在函数内部去改变 global variable的值 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你只要加 你只要用一点点小技巧 这个小技巧就是说呢 你可以在函数内部呢 用global这个keyword 说 某一个变数呢 它事实上是 外面已经先定义了 是一个全域变数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在函数的内部 改变一个全域变数的数字 全域变数的值吧 那如果你不做这个事情呢 你如果不做这个事情 你只是在函数内部里面呢 直接呢去用同样名称的变数呢 去然后呢去改变 去把它额塞成一个新的数字的话 那你在函数内部做了这个改变呢 并不会影响到函数外面的这个世界 的这个变数的值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 这到底是在说些什么事情呢 所以我们来给各位一个例子 好来看一下 那就是说呢 我们就延续刚刚的那个例子 所以我们现在这边呢 有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give total的这个函数 对不对 那give total这个函数里面呢 呃 我们 把这个weekend呢 设成false weekend设成false 然后呢 就印出这个 在函数内部的这个 weekend的这个数字 那 我们整个这个呼叫程序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先设一个global variable 然后令它是true 然后呢 我们就印出这个 这个global variable 在外面的时候的数字 的数字是多少 然后我们呼叫这个give total 这个give total呢 它里面是有这一行嘛 它会把这个weekend 这个变数呢设成false 然后呢 然后再 印出在这个函数 内部的这个数字是多少 然后呢 做完之后呢 它会离开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 在函数外部的这个变数 这个数字有没有改变 那所以整个结果是这样 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设weekend等于1嘛 所以是这个地方印出来的 所以这个weekend等于1是合理嘛 因为本来我们的这个 这个就是设它等于true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函数内部里面呢 将它的值设成false 所以这时候我们印出它的数字的话 它会说是0 但是这个改变呢 并不会影响外面这个世界的 这个weekend的这个数字 然后呢 你看你执行完这个gift total之后 你再去检查一下 外面这个global variable的 这个变数的数字 它还是1 它并没有受到 因为你在函数内部的时候呢 这个设了一个新的变数 也叫做weekend 来改变 虽然说这个weekend跟这个weekend 是同一个变数 是名称 名称是同一个 但它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变数 在外面的这个 是一个所谓的权力变数 那在这边的这个weekend 是一个local的变数 这个local的变数呢 就活在这个函数里面 而且呢 你一旦在这个 在这个函数的这个内部呢 定义一个同名的变数之后呢 你以后在这个函数内部的这个 你只要是说它是weekend 这个变数的话 它都会是local的变数 而不是global的变数 但是你一旦离开了 这个函数的这个范围之后呢 它又回到了原来的 这个global variable的变数 大概是这个意思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说呢 我想要在函数的内部 能够操作一个函数外部的权力变数 要怎么做呢 那这个事情 就是可以用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global的这个关键字来达成 那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函数的内部呢 说weekend呢 是一个global variable 我们用global这个keyword 来做到这个事情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你在函数内部的这个改变 就会影响到函数外部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们来看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把这行加进去之后呢 我们一样 我们先定义一个这个weekend 这个global variable 设它为true 然后我们呼叫give total 这时候give total 它有说这个weekend是一个权力变数 而且我把weekend设成false 所以你会发现说在这个 在函数内部的时候呢 它本来的weekend的值是1 设完之后呢就变成0 而且设完0之后呢 你如果这个函数已经执行结束了 这时候你再印出这个weekend的这个数字呢 weekend的这个值呢 它就变成0了 就是说你在函数内部的修改呢 影响了外部的这个状态 影响了外部的状态 好 所以呢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函数的传回值 函数的传回值是蛮重要的 它基本上就是 就是一部分是函数的输入 一部分是函数的输出嘛 那所以这个函数的传回值 这个运算的结果呢 把它传回给这个 你的呼叫你这个函数的人 那这个感觉就像是 我们平常熟悉的这个数学的函数嘛 数学的函数都是这样嘛 就是比如说这个 有一个比如说一个这个取 取开根号的函数呢就是 告诉你说开根号之后值是多少 对不对 那基本上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output跟input 列起来 列起来的意思 那所以我们事实上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情 像我们give total这个例子呢 我们就是有一个传回值嘛 那这个传回值呢 就会告诉我们说呢 这个总共我要花多少钱 买这么多个商品 所以呢就是再让各位回顾一下 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看到那一个slide 就是说呢函数的话 会有传入值的rate 就是传入值就是你的argument 然后呢也可以提 你可以函数也可以提供这个 所谓的return values 传回值给这个不叫函数的人 不叫函数的这个东西啦 那所以呢这个 typically呢如果说我们这个一个函数的定义 里面如果有包含return的这个关键字的话 return后面的这个变数呢 就会被传回去 就会被传回去 传来去呼叫这个函数的人 那如果说呢你把这一行干掉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事实上呢 如果没有return这一行的话呢 python呢一样呢 还是会传一个东西回去 传一个东西回去 那这个传回这个东西 叫做not 我们等一下会说明 那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例子 就是说比如说你说呼叫gift total 叫他算一个是多少钱 你把这个结果印出来的话 就跟你说是1.2 对不对 那而且呢你事实上可以说 我要gift total 我要算三个多少钱 再加上五个多少钱 对不对 最后再把结果印出来 这样一个12 对不对 那你这个传进去的引数 可以是某个变数 对不对 你可以说n等6 然后你叫他算gift total n 然后呢算出来是7.2左右 然后呢你也可以把这个他传回来的值 放到一个新的变数 像在这边是放到一个m 然后你把m印出来 那就是一样的数字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弹性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呢你如果有传回值的话 你可以拿这个传回值 然后做后续的处理嘛 就是说有的时候 我们常常可以把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程序 切割成很多的小的步骤 然后呢利用这个传入值跟传出值 把它做一些串接啊组合啊 就可以完成这个复杂的这个运算 那另外就是说呢 这个事实上呢 在这个python里面的函数 你传回值喔 可以不止一个 可以不止一个 你事实上可以一次传回很多个 你可以传回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都是可以的 那所以我们这边给个例子就是说呢 假设我们现在呢写了一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做什么事情呢 那就是说呢 传回就是它的输入是四个变数 四个变数 那我们把它叫做x1 x2 x3 x4 然后呢它会计算这四个变数里面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同时把最大值跟最小值都传回去 所以它这边呢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定义一个函数 叫做minimax 那minimax 它的传入值总共有四个 总共有四个 然后呢 然后你用 我们就用这个minimal跟maxima 去计算x1 x2 x3 x4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然后传回它的最 先传回最小值就传回最大值 然后我们中间 R1跟R2 就用一个逗点把它分开来 用逗点把它分开来 那所以这个 所以它就同时可以传回两个数字 那你要怎么接它呢 我们先往下看一下你怎么接它 我们接它的时候是一样 就是说呢 用两个变数去接它 在这边我们用out1 逗点out2 等于这某个函数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就是去执行这个函数 传进去a1 a2 a3 a4 然后呢 传回值就用out1跟out2 把它接起来 所以这时候呢 out1就会接到R1 out2就会接到R2 大概是这个样子 另外就是说 a1 a2 a3 a4怎么来的呢 我们就用input 这个函数 这个是一个内建的函数 它的功能就是 可以take使用者 从键盘上面的输入的资讯 所以你若写input 然后呢 这个挂号引号 provide input value a1 然后这时候呢 这个层次就会停在那里 等你打a1这个数字 按enter之后呢 它就会进入下一行 然后呢我们就叫它 再输入第二个数字 叫做a2 再来是a3 再来是a4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四个 a1 a2 a3 a4 把它丢到minimax 这个函数里面 所以呢 不叫minimax之后呢 它就会去计算 这四个数字的最大值 最小值跟最大值 然后传回去 所以它是同时 把最小值跟最大值 一起传回去 然后最后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你接到的 这个最小值跟最大值 把它印出来 那 那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 这个 这个执行的状况 所以假设我们现在呢 就是是执行这个 执行这个 我们刚刚写的那个程式 所以这个9 是你打的 所以就是它会 程式会说 provide input value a1 然后呢 然后呢就打9 按Enter之后呢 它就是说 provide input value a2 再打5 按Enter 再打2 按Enter 再打7 按Enter 所以就输入了95 27 这四个这个 这个变数的值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你就 然后你就呼叫 这个minimax 那个函数 所以它就会把最小值 跟最大值 传回来 我们就 再把它印出来嘛 好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印到了这个 最小值是2 最大值是9 嗯 OK 好对不对 OK 那 所以呢 那我们再试点别的吧 那我们来看看 就是说 我们现在假设 这个再试另外组数字 我们说A1是55 A2是2 A3是9 A4是1111 对不对 哇 这时候怪怪的 为什么它的minimum value是1111 最大值却是9呢 嗯 很奇怪 很奇怪 对不对 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那各位现在我们遇到了什么 遇到了一个bug 遇到了一个bug 那 遇到bug怎么办 遇到bug千万不要惊慌 因为呢 也许这是你第一次遇到bug 但是呢 这不会是你最后一次遇到bug 你人生就是会不断的debug 那所以呢 千万不要惊慌 千万不要惊慌 然后我们就是 有bug我们就把它处理掉 把它处理掉 处理掉之后 然后人生就会变得更美好 对不对 就可以往下走 那 所以我们来看看 所以我们要 我们要看看 我们要想办法知道说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那在想要知道 这是什么问题之前 大概我们都会先猜测一下 都会先猜测一下 那你也可以就是 把这个video停下来 你自己先想一下 可能是什么问题 可能是什么问题 那 不过有时候这样 光这样想 想不出个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还是要做点 做点事情 debug并不是公用空想 那 所以我们通常怎么debug呢 我们通常会 会让这个python 进入一个这个互动的模式 来做debugging 那也许你现在这个执行python 你是 的程式 你是直接让它 从头执行到尾之后 这个程式就结束了 python的这个程式就结束了 那我们在debugging的时候 那我们会希望说呢 这个python在执行完你的程式之后呢 它是没有结束 它会停在那里 然后呢 让你去跟它互动 就是它是一个属在一个互动模式 那这个互动模式怎么做呢 这个互动模式的这个设定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说呢 你就是如果你是 你的python叫做 你的python叫python3 有些人的 安装的时候是叫python 有些人叫python3 whatever叫什么 就是说呢 当然就是我们就是规定 你是第三版的 我们现在是针对第三版来做 那有些人是 第三版是叫python3 有些人是直接叫python whatever你要什么呢 你如果是 后面接上-u-i 然后你的python的script之后呢 那这时候你执行的时候呢 你就会是执行完之后 它就会留在这个python的show里面 所以你就可以继续打指令跟它互动 所以我们如果做这个事情的话呢 我们再重复一下 刚刚的 刚刚发生的这个状况 就是说呢 我们去把这个 去把这个55啊 2啊 9啊 1111 把它这个印出来 把它这个 把它再执行一次 就是发现说 一样 minimal跟maxima是不对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 当然就是说 就是debugging 就是我们要从头来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的输入是 A1 A2 A3 A4 对不对 那我们还不把A1 A2 A3 A4的值 印出来看看 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印A1 他发现说 这个A1的数字 怎么会是 引号的55啊 引号55是什么意思 引号55的意思是说 他是不是一个整数 或者是一个伏点数 他事实上是一个自传 A2的状况也是一样 他是一个引号2 所以他事实上 他也不是一个数字 而是一个自传 虽然说你看起来说 他看起来他是2 但是他是一个自传2 而不是数字2 对不对 A3跟A4的状况也是一样 A4没有印出来 不过whatever 就是类似的状况 而且你如果问他说 比如说A1的type 是什么呢 他会告诉你说 他是一个STR 他是一个自传 其他也是一样 都是自传 自传 这样子就合理了 对不对 为什么这样子合理 因为自传比大小的方式 跟数字 integer 或者float 浮点数 比大小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自传比大小的方式 一般来说是从第一个字元 开始比 比完之后 再比第二个字元 再比第三个字元 所以呢 所以呢 而且呢 他比的大小是 他的内部的编码的大小 而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数字的大小 所以在这边呢 如果我们去比这55 2 9 11 11 这四个字串的大小 怎么比呢 他的比法呢 就会是先把第一个character 拿来 他是5291 然后呢 去比5291 内部的编码 谁比较前面 谁比较后面 那这个 刚好就是说呢 这个电脑内部的编码 1到9的编码 刚好是1是比较小 9是比较大 而且刚好是一个连续的 所以呢 这个比较的结果就会是 1是最小的 1是最小的 所以这样子就很容易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呢 他会把111 放到最小字 把9放到最大字 因为就是说呢 字串的大小的确是这个样子 是111是最小 因为他是1开头的 1开头的 那1的这个内部的编码 是比 是 是这4个里面最小 那 但是这不是我们要的啊 这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一个 这个 把它当成是一个 这个浮点数的 数字的这种 比较 对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处理 我们必须要做什么处理呢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字串呢 把它转成浮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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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它才会对 因为在这边字串大小的比较 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比较 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比较 所以怎么做呢 就是把它转换成 所谓的浮点数 这个做法事实上也非常的单纯 那整个城市呢 事实上都跟原来的 没什么差别 唯一的差别就是说 这边全部都是一样的 这边都是一样的 唯一的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加了这一行 我们在这个A1 A2 A3 A4 在传进minimax之前呢 我们用这个float 这个函数把它包起来 这个会做什么事情呢 float这个函数 它会take input 然后把它转成浮点的输出 把它转成浮点的输出 然后这个再会丢给minimax 所以它四个传入值 都做这个事情 这时候呢 结果应该就会对了吧 那我们来试试看 对不对 有对吗 那我们就同样用刚刚的那个例子 55啊2啊9跟11 这时候就对了 minimum是2 maximum是1111 对不对 而且它 你看到这边有个点0 因为我们就把它转成这个浮点数 那我们如果再测一个 比如说有负数的状况会怎样呢 有负数状况也是行为也是很正常 对不对 最小只是-3最大值是99.4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 各位刚刚看到的就是一个这个典型的 所谓的debugging的过程 debugging 就是 是你一定会做的事情 各位以后在写作业 或者之前写的这些作业 一定有遇到类似的状况 那就是千万不要惊慌 不要惊慌 这是正常的一个 人生正常的一个部分 那 那 那这个 所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 如果这个函数里面没有return这个keyword 会怎样呢 那Python 依然它会执行 那只是为它在执行到最后一行 这个函数定义的最后一行 执行完之后呢 然后呢它就一样会传回一个值 那这个值你如果没有return这个keyword的话呢 或者你有return这个keyword 但是后面没有接变数的话呢 那它就会传回一个所谓的nown nown这个东西 那nown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物件 特殊的一个物件 那这个特殊的物件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说没有东西的意思 没有东西的意思 然后呢 这个事情呢 常常也会是造成各式各样问题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呢 很多时候 如果你写的这个函数本身是应该要传回值的 但是呢 你最后却没有传一个东西回去的话 那Python就会自己帮你传一个nown 那这个东西就会 就会造成你后续的一些这个 这个执行上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这很多时候呢 像刚刚那个问题是无心的啦 是无心的 有些人是有意 有些人是无心 那现在很多时候bug都是无心的啦 那无心的bug还是bug 还是要处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例子是帮你去算所谓的这个绝对值 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做my abs 就是my absolute value 的意思 那它就是take传入值x 我们假设它是一个 这个浮点数或者是一个整数啦 然后呢如果x是0的话呢 我们就return-x 对不对 如果x打赢的话我们就returnx 对不对 这是一个简单的做这个绝对值的一个做法 所以呢各位 如果说呢我们定义完这个函数之后 你先想想看 先不要急着把它打进这个python里面 如果说呢我们来看看 我们传回传负3.5会怎样 传负3.5会怎样 那我们如果传负3.5的话 x就会是负3.5啊 那x有小于0吗 有所以它会传回负x 所以它就变成3.5 对不对 但是如果它是传 你如果把x设成0 买abs0会怎样呢 买abs0的话呢 x是0 对不对 那0有小于0吗 有没有 没有 0有大于0吗 没有 所以它就会跑到这里来 没有东西了 没有东西了 这个函数就停止执行 停止执行之后 它就会传回一个num 对不对 那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奇怪的状况 就是说呢 买abs0 suppose应该传为0的 但是它却传为num 那就是一个bug 对不对 怎么修呢 怎么修呢 这个处理其实也很简单 对不对 那 事实上呢 你只要在前面的这个 这个函数的这个定义里面呢 这个你把等号加进去就好了嘛 对不对 不管你是加这边 或者加这边都可以 然后我们现在就加这边 对不对 那我们加这边之后呢 就是说 就是所有的这个 小于0 大于0等于0的case 我们都处理掉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 这个输出的东西就会对了 这个东西就会印出3.5 这个东西就会处理 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 一些传入值跟传出值的一些特性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这标题是Arguments and Return Values 不过你看光这个 看这个标题 可能也不大清楚说 到底是在说些什么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来仔细的讨论一下 那基本上呢 我们前面有说过 就是说 传入值 传出值 Return Values 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拿来 就是给 传回去给 这个呼叫这个函数的人嘛 对不对 那 但是呢 有些人可能 会想说 那这个传入值是 可以 只能传东西进去吗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也把它当成是一个 这个把结果拿出来的一个管道 那 那这件事情呢 事实上呢 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它其实牵涉到一个程式语言内部的设计 那不同的程式语言其实有不同的做法 那 如果说呢 这个像一般来说 像C或C++的话呢 事实上呢 你可以利用这个传入的所谓的Arguments 传入的这个Arguments 当成是取得运算结果的一个方式 就是针对这个函数的呼叫这件事情来说啦 那这种做法叫做Call by Reference 那另外一种这个做法叫做Call by Value 那如果是Call by Value的话呢 你就没有办法从这个传进去的这个Arguments 的这些变数里面呢 去取得那个结果 去取得这个函数运算的结果 这个是Call by Value是绝对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事情的 那Call by Value就是看你要不要 大概是这样子 那你会说 Why do I care 对不对 这个东西为什么重要 那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 对于你写一个好的正确的有效率的一个程式呢 是相当重要的 就是说呢 如果你是比较是属于Call by Value这边的做法的话呢 那你会知道说 我传进去的东西是在外面是不会被更改的 但是如果是Call by Reference的话呢 那你传进去的东西有可能最后呢 这个在外面看到的是被修改之后的结果 那你如果没有把这些东西搞清楚的话 你写的程式可能是会有问题 会有bug 那那个bug可能是源自于 对于这个中间这个引数的传递的机制不够了解的原因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点沉重的 怎么说呢 因为它其实牵涉到这个一个程式员内部的这个运作的机制 那我们其实今天没有要去讲太详细的东西 那我们纯粹就是从使用面来看待这个议题 那我们前面说就是说大致上以前的程式员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Call by Value 一种是Call by Reference 那Python是哪一种呢 那Python两种都不大像 Python它根据Python的文件它说它自己叫做Call by Assignment 它是另外一种做法 那你会说这Call by Assignment是什么东西啊 那Call by Assignment呢 我们这个中间的机制如果省略不谈的话呢 那整个机制就是说Call by Assignment 那什么时候会是这种行为 什么时候会是那种行为呢 那Depends on你传什么东西进去 那有人会说这搞这么复杂 那其实就是说它其实也没有非常的复杂 就是说我们如果稍微把它东西 稍微有系统的去介绍一下这件事情 其实它还算是单 它就两种状况 然后它会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状况 就是Depends on你传什么东西进去 传哪一类的变数进去 那所以就要 所以你就要说 那这个我们前面是不是有遇到过 不种不同类型的这个Python的变数 有整数啊int 对不对 然后有这个float 是浮点数 然后我们还有遇到一些 比如说有string 对不对 str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还有遇到过list 对不对 还有遇到过list 那 那我们现在指的并不是说 这种不同的这个东西 我们指的是我们的分类用的是 所谓的mutable跟immutable mutable指的是说呢 这个变数呢 是它的内部的值呢 是可以这个 你是可以改变它的 immutable的意思是说 这个变数的值呢 是不能改变的 那照这个分类来说的话呢 这个immutableobject有哪些呢 就是一些比较基础的 比较这个基本的一些这个 这个资料型别 比如说string啊 int 还有float 这些东西 它都是属于这个immutable 那些比较不常见的就是这些 列在下面 那mutable的这个变数 或者说我们说它是一个object 那我们在后面的课程 会详细介绍object 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东西 这样子 那immutable的这个变数 或者东西呢 就是大家目前有遇到过就是list 那剩下的还有一些 比如说dictionary dict set 就是这类的东西 我们后面陆陆续续会介绍 那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如果说你传进去是immutable的object 或者是mutable的object的话 它的行为会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的不一样法 在这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一个例子 一个简单的说明 就是什么是mutable 什么是immutable的东西 那我们在这个这边举的例子是list 跟string 那我们在这个下一次的这个上课呢 会更详细的介绍string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 就是一种资料行别 就这样子而已 那这个list跟string 它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那比如说在这边你看到的就是说呢 这个 这个我们定一个list 叫做mylist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mylist呢 它里面呢 我们现在说它里面有四个数字 对不对 34 26 15 跟10 对不对 然后你如果问它说位置2 位置2是在第三个 对不对 位置2是在第三个 它只是多少是15 对不对 那你会说那我可以把位置2的数字 换成别的 换成0 换成0 可以啊 换完之后呢 它在这个位置2的这个地方呢 它就变成0了 对不对 那string的话呢 其实呢 其实呢 它的结构其实跟这个list有点像 它也是 它一个string基本上就是一堆 一堆character的组合嘛 每一个character是占据一个位置 包括空白字元 所以呢 你如果问它说在位置2的那个字元是什么呢 位置2的字元呢 是这个 0 1 2 位置2的字元在这里 它是l 对不对 那你说那我可不可以把位置2的地方把l改成p呢 不行的 不行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string呢 它是属于这个immutable的option immutable的option 所以你有办法 在你定义完它之后 你没有办法再改变它的这个字 你会说这东西怎么这么奇怪啊 但是我可不可以做这个事情 我可不可以说 mystring 等于比如说new one 可不可以呢 可以的 你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你会说那要这样为什么是immutable呢 它是immutable的意思是说呢 你不能直接去改变原来的这个物件里面的内容 但是呢 当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它做的事情是它定义 它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新的物件 这个物件里面的内容是new one 然后呢 然后呢 它就说mystring呢 现在是这个东西 它本来呢 是在这里 本来是有一个 有一个物件叫做hello world 然后呢 mystring本来是在这里 好 然后呢 你如果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它就会把这个连结取消 然后呢 说现在mystring呢 是直到这里来 好 那 所以呢 它事实上是 它当你这个 当你去更新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呢 它做的事情是 它定义一个新的东西 而不是把原来的东西的位置 不是把原来的东西换成一个新的数字 那这是为什么它叫immutable 如果它是一个 那如果list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mutable的一个物件 就是说你可以去改变它里面的内容 那 那讲这么多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其实 其实这个中间的一些细部的机制 对你如果是初次接触这种 这种所谓的programming language的话 你其实可以不用太拘泥于这些细节 那我们 重点是 我觉得重点应该是说 你可以先从它的行为面去了解 就是先了解说 这个东西呢 它该怎么用 它有什么样的特性 那至于它 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以至于造成这个特性 这个东西你可以稍微再等一等 等到就是说 你如果以后真的很有兴趣 对这个东西想要做更详细的了解 你可以去了解这些 在这个后台的这些细节 不然的话呢 其实你就把它盖起来 那你单纯的就是 就它的这个行为来了解它 也是ok的 也是ok的 所以呢 这个 如果说呢 你传进去一个函数的变数 它是属于 它是属于所谓的这个 immutable的这个 这个object的话呢 那它的这个 它的表现喔 就会是 类似像 所谓的这个 call by value 的这件事情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呢 你在内部的 你在函数内部 对这个变数的这个操作呢 不会反映在函数的外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我们先定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做什么呢 它是把两个传进去的parameter 把它的内容交换 所以它传进去是两个变数 一个叫x1 一个叫x2 对不对 那我要把x1的值放到x2 把x2的值放到x1 这个函数要做这个事情 怎么做呢 很简单 就是说呢 我们定一个 一个新的local variable 叫做temp 然后呢 它先复存原来x1的值 然后呢 我们说x1的x2就是把x2的值呢 把它放到x1里面 然后呢 再把temp的值放到x2的里面 所以这时候呢 x1里面就会有原来x2的值 x2就会有原来里面x1的值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 把这个交换之后的结果印出来 就这样 那这个是在这个 函数内部的操作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呢 我们想看一下函数内部的操作 会不会影响函数外部的变数 对不对 所以我们定义了两个global variable 叫做s1跟s2 它是等于100跟5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 用一个比较特别的assignment的方式 你当然可以写成s1等于100 对不对 s2等于5之类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就是说呢 就是示范一下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说你事实上可以 可以说呢 这个 用逗点分隔 数个变数 然后呢 让它相等 所以这时候就会s1等于100 s2等于5 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应该是python里面比较特别的 这是比较python style的做法 所以呢 那这时候你如果去把这个指印出来 你说print outside的时候呢 s1的指是多少 s2的指是多少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print就会把现在的指印出来 然后你铺叫swap的函数 你把s1跟s2的指传进去 传进去之后呢 它会跑到里面去做swapping 然后印出在函数里面的状况 然后呢最后呢再看看这个函数里面的操作明影响外部的结果 那各位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那这个结果大概是这样 所以第一行你看到的是s1是100 s2是5 对不对 就是原来的状况 然后呢里面swap完之后呢 s1变成5 s2变成100 对不对 这也不奇怪 然后呢 但是你如果在跳出 跳到函数的外面去之后呢 s1还是100 s2还是5 就相当于就是说呢 这个函数内部的这个操作 也不并没有影响到函数的外部 那这个东西就跟我们之前讲的 这个所谓的local variable这件事情 跟global variable的那个关系是一致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在这边定义了 这个pyrameter 这些pyrameter还有temp 基本上都是所谓的local variable 那local variable它存活就只有活在 这个函数的内部嘛 它没有活在函数的外部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呢 你在函数外部的这些global variable 就不会受到函数内部同名的这些变数的影响 对不对 这是跟原来的状况是consistent的 那所以呢 有这种特性的这个引数传递的方法 叫做call by value 为什么说它叫call by value呢 就是像是说我们当我们传进去这个参数的时候呢 我们是把这个参数的数值的部分复制一份丢到这个 丢到这个函数里面 所以既然是复制一份丢进去呢 这样就不会影响到函数 函数里面的操作就不会影响到外部的操作 这个是基本的这个argument 那但是就是说python的做法又是 它的西部的做法其实跟typical的call by value有点不大一样 但是我们就是不去拘泥那个细节 那这个如果说是mutable的object的话呢 那这个mutable的object它的特性就很不一样 特性不一样 那它的这个行为就会像是call by reference 就会像是call by reference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call by reference的特性是怎么样 先看这个例子 所以这个例子一样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叫做swap to 他做的事情事实上是很类似 他就是会把两个变数交换 那只是说我们现在操作的对象呢 我们这个是针对这个xlist来操作 xlist这时候我们假设它是一个list 那list我们知道说是一个list它可以很长吗 它可以有就是任意的这个长度 对不对 那我们就假设说这个传进去的list 目前是只有长度是2 长度是2 2意思就是说只有第0个位置跟第1个位置 那所以我们怎么把怎么把两个东西对调呢 如果说我们假设这个list里面只有2个element的话 那我们就是先把第0个element的值存在temp里面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说第1个element的值把它放到第0个element的值 然后把第1个element的值存 就是取代成原来这个temp的值 对不对 所以这样基本上就是把第0个位置的值跟第1个位置 第1位置的值把它对调了 然后把这个对调完之后的结果印出来 所以这个是inside 然后呢我们怎么呼叫它呢 那我们就是先这个定一个list 就是slist 它是有2个element 一个是100 一个是5 第0个位置是100 第1个位置是5 然后把这个结果印出来 然后呢我们就呼叫swap to 这个function 然后把slist传进去 然后呢再把这个操作完之后的 这个slist的结果印出来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本来在外面的时候呢 本来slist是100跟5 这个不奇怪嘛 然后呢你传进去之后呢 它开始把两个东西交换 对不对 它把两个东西交换 交换了之后呢 第1个位置变成5 第2个位置变成100 这也不奇怪 但是神奇的是呢 这个当你去印出这个 外面这个global variable slist的值的时候呢 外面的这个slist呢 也变成5跟100 所以呢你会发现说 你在函数内部的操作 影响了外面的这个global variable 影响外面的global variable 所以它的行为呢 就像是call by reference 就像是call by reference 那call by reference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你传进去的东西呢 事实上不是数字 不是实际上那个数值 而是储存这个数值的位置 所以当你对这个变数操作的时候呢 你会 你事实上是在机体 是去操作这个机体 里面的这些这个存放的东西嘛 那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变数 外面的变数都指到同一块机体 所以事实上你对里面的这个变数操作呢 也会直接反映到这个外面的这个global variable上面 那这个行为我们把它叫做call by reference call by reference 所以这个事情呢 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那 那所以呢简单的说呢 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来用很简短的话来描述 Python的这个行为的话呢 如果你传进去是所谓的这个immutable的object的话 它的行为就像是call by value 就是说呢 传进去的这个变数呢 你对传进去的这些变数的操作呢 不会影响到外部 但是如果说你传进去是一个mutable的object的话 你对它的操作事实上会直接反映在这个外面的这个状态 那所以这个是Python很特别的地方 那我希望呢 我们可以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它讲清楚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在很后面他自己在写程式的时候呢 他有时候传进去的东西 是有时候是mutable 有时候是immutable的 造成他的行为不一样 然后呢以至于后续有bug 就觉得说是不是这个到底是 就第一个当然是觉得自己有问题 然后搞不定之后觉得是见鬼了 然后想去买乖乖啊什么的 那这时候你去买乖乖其实是没什么用的 你就是要把这个 这个一些他的机制把它搞清楚 那就可以了 那后面就是把事情做对就好了 大概是这样子 那那个 好 所以这个是call by value 跟call by reference 或者是在Python里面叫做call by argument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再回到这个后续的这个东西 那最后一个部分 应该是倒数第二个部分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地毁这件事情 那地毁这个事情呢 是一个有趣的一个技巧 一个技巧 那有些时候呢 这个地毁的这个技巧呢 会很好用 所以我们在这边介绍一下 那他的观念其实也很简单 那我们一样是用一个例子来描述这个问题 看一下怎么样这个问题可不可以用地毁的方式来处理 那所以我们就是回到这个各位在这个人生中都有学过很多数学嘛 那这个数学里面其中有一个东西叫做这个sectorial 就是阶层 那阶层的话呢 比较这个简单的定义就是说 比如说n的阶层就是n才n-1 然后n-2一直乘到1 就是n要是正人数 对不对 那比如说5的阶层是什么呢 5的阶层呢 就是5乘以4乘以3乘以2乘以1 对不对 你这里 5乘以4乘以3乘以2乘以1 那 那这个 0的阶层是什么 0的阶层呢 是1 这是定义 那n的阶层呢 你也可以把它做一个这个地毁的定义 就是说n阶层就是n乘以n-1的阶层 合理嘛 对不对 因为5是什么 5阶层就是5乘以4乘以3乘以2乘以1 就是4阶层 对不对 所以这样这个定义也是没有错的 那就是说你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定义合起来呢 就是事实上就可以apply到所有的正整数的n上面 都会对 那 所以呢 我们事实上就可以利用这个地毁的定义 这是一个地毁的定义 那我们现在想要写一个函数 利用这个地毁的这个结构 来把我们的阶层的数字算出来 所以要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这样说 我们就摆刚刚的那个definition 我们说这个factorio n 这个函数呢 它的值会是多少呢 如果n是0 两个等于就是logical equal 就是它是不是等于0 那如果它等于0的话呢 就return1 不然的话呢 如果它不是0的话呢 它就return什么 它就去算这个n-1的值是多少 n-1的值是多少 把这个值算出来之后 放到这个recurse的这个变数里面 然后呢你拿这个n称recurse 就是最后的结果 然后这个结果呢 就把它印出来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第一次看到这个定义的人 可能会有点不大能接受 不大能接受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说呢 n等于0的状况当然很简单 对不对 但是n不等于0的状况呢 就是有点怪 那我们这边稍微说明一下 就是说呢 比如说如果 你若是factorial2的话呢 它会做什么事情呢 它会去呼叫factorial的1 对不对 那factorial1会怎么样 会去呼叫factorial0 对不对 然后呢 一直呼叫到这里呢 你才会得到一个具体的数字 叫做1 对不对 然后这个1呢 就会跑回去前一个呼叫他的人 然后利用这个公式呢 利用这个公式呢 去把这个factorial1算出来 然后呢 再传回去呢 让factorial2呢 依照这个公式去把factorial2算出来 所以它是类似像这样子的结果 所以呢 你就知道说如果说n是2的话 你看要call3次对不对 2call1 1call0 那你如果是factorial3的话呢 就会是3call2 2call1 1call0 例是像这个样子 它会是这样一串的下去 然后再一串回来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这个我们就来看一个这个例子 那比如说factorial3会是怎么样呢 就是如同我们前面说的那个2的那个例子呢 我们就依照这边看到的这个玩意儿 对不对 这就是上页的 放在这里让各位好参考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呢 你就callfactorial3嘛 它不是0 所以它跑到这边来 所以它就是call n-1 就是factorial2 对不对 然后呢 factorial2呢 它又跑到一个同样一个函数里面 它又不是0 它在这边又calln-1 就callfactorial1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call0 那call0的时候呢 刚好会是一个1嘛 然后这个1呢 就会传回去 对不对 传回去前一层 然后前一层就可以用这个东西呢 去把它 把这个 把它结果算出来 对不对 所以呢 大概就是说呢 3会call2 2会call1 1会call0 那0之后呢 就会return0 然后呢 这个return0 faitorial1 Return0之后呢 就有办法让faitorial1 把结果算出来 faitorial1把结果算出来之后 就可以让faitorial2 把结果算出来 faitorial2把结果算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让faitorial3把结果算出来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缓缓相call 对不对 有点像这样缓缓相call 对不对 那 你如果把它这个 把它画成一个图 这个是在课本里面的图 就是说呢 本来是faitorial3 对不对 然后去call2 对不对 好 然后2呢 去call1 对不对 1的话呢 去call0 好 那0之后呢 0就是return 对不对 return之后呢 就可以用1乘1 1乘1 去算出 结果是1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是 2乘1 对不对 2乘1 算出2 然后呢 再来就是 4 3乘2 算出6 最后跑出6 出来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 嗯 对 所以这个大概是 这个东西就是地回 这东西叫地回 那这个地回 那这个地回就是说 它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呢 你如果 你如果有一个这个 就是有很多层次 然后这个每个层次的结构 都是长的一样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类似像这样子的 这种手法来做啦 那当然就是说呢 它 它就是 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东西啦 所以就是说 很多人还蛮爱的啦 那 另外就是说呢 最后一个 这个issue啦 就是说是一些 就所谓的这个 illegal input 就是说 你的input 有时候呢 不是你所预期的 那我们其实 目前比较少碰触这个议题 但是这个是在现实的 这个实际上 你在应用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的状况 那比如说呢 我们刚刚写好 那个算N阶层的factorio 这个函数 那你如果把它call factorio1.5 会怎样呢 factorio1.5呢 它你就会遇到一个 这个错误讯息 大概是这样 Runtime Error Maximal Recursion Depth Exceed 之类的 就是说 跑不动的意思啦 大概是这样子 那 为什么说 Maximal Recursion Depth Exceed 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呢 那 根据我们的 那个函数的定义 他一开始的时候呢 会call factorio1.5 对不对 就用f1.5 来表示 那factorio1.5 会call什么 f0.5 对不对 然后他会 f0.5 会检查他是不是0 不是0 他会call什么 会call f的-0.5 那f的-0.5 会call什么 会call f的-1.5 对不对 然后检查一下他是不是0 不是0 他就继续往下call f的-2.5 一路下去 没完没了 没有没了 什么时候挺呢 不会挺啊 为什么不会挺 因为我们的停止条件是andering 你不会遇到andering 所以不会挺 他不会挺怎么办 就爆掉啦 爆掉了 那爆掉了 所以他就 他就 英文就这意思 它是maximal recursion the depth recursion the depth is it 就是最大深度已经超过了 另外就是说 一个简单的阶层的定义 基本上不能有复数 对不对 复数 就是说 我们就不讨论这么细了 所以要怎么办呢 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呢 我们必须要一个东西叫做Guardian Guardian 就是 翻成中文叫门绳 门绳 门绳 门绳是什么意思呢 门绳大家有看过吧 门绳是长这样 门绳是做什么用的呢 门绳就是 看那个压谋鬼怪把它挡在外面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做一个类似的东西 就是把羊绳鬼怪挡在外面 那怎么做呢 其实也很简单 对不对 就是说呢 我们就是先看看 我们现在假设说 我们就要限制自己 就是说 只要处理整数的and 不是整数的and 我们就是 就是不要处理 不要处理 就不会有问题嘛 所以我们这边就有一行是 If not instance and int 这个东西 就是说如果说呢 这个你传进来的东西呢 不是int的话呢 那我们就印出一个错误讯息 就说 Factorial is not defined for integers for is only defined for integers 然后呢 你就return now 然后呢 如果是负数的话 小于0 跟小于0的状况一样 就是我们就不处理 就印出一个错误讯息 说负数我们不处理 对不对 然后return now 然后呢 剩下的状况呢 再用这个我们前面这个递回的公式 来处理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对不对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 那我们实际来测试一下 就是说这个定义用起来这里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call factorial qoo 会怎样 他会说 Factorial is only defined for integers 为什么呢 他一开始就检查说 他是不是int 不是int 他就印这个 他就return now 对不对 对不对 -3的话会怎样 -3的话会跑到这行去 对不对 他会说 Factorial is not defined for negative values 是吧 那Factorial 3.2呢 嗯 Factorial 3.2是 一样 是这个 这一行会把它挡掉 他会说 Factorial is only defined for integers 是吧 然后呢 所以呢 这样 就是他就只会处理 是整数的这种正整数的部分 那 那所以这个最后一个部分呢 是Debugging 那我们前面其实有说了一下 一些Debugging的手法 就是说 可以用Interactive的这个模式 然后把东西印出来 对不对 那 所以我们在这边 再稍微再说一下这件事情 那就是说呢 你在写程式的过程 一定会遇到bug 这是生命的常态 这是生命的常态 就是没有人不会遇到bug 很少人 第一次写复杂的程式 就会写对的 那 那复杂是一个相对的定义啦 你的复杂 跟我的复杂的定义 可能不一样 我觉得简单 你可能觉得复杂 你觉得复杂 我可能觉得简单 对不对 但是就是说呢 如果你写的东西是 就你的能力来说 是比较复杂的东西 很多时候你没法一次就写对 而且你没有办法一次 就把所有东西都做完 所以我们就是会 按部就班的一点一点的把它累积 把它这个 把它长起来 把它长出来 那 所以写程式就像盖房子一样 某种程度上 那就是说呢 我们前面有看到就是说 你可以用函数的这个手法 来组织你的程式 那组织了你的程式之后 你就是程式就会是比较容易维护 你就可以把它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区块 每一个区块是几个函数 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就是你最后要做的事情 对不对 那你可以各自 每个函数各自去debug 确定说每个函数的这个行为 都是你所预期的 都是你要的 最后组合起来的结果 就会是你要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讲是这样讲 当然就是说呢 你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 你跑出来的东西就不是你要的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说很多时候呢 它跑出来的东西不是你要的 可能是因为你的输入就是错的 对不对 或者说呢 你函数里面的这个逻辑是错的 这也是很常见的 然后或者说你output的东西错了 你算的是对的 但是你output的东西错了 这有时候就会发生的 那你怎么知道是哪一种呢 基本上就是说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是说错了嘛 知道他错了有时候不知道他哪一错 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一步一步的 来看看那到底是哪一错 那一个大家常用的手法 就是会把这个中间过程 把它印出来 中间过程把它印出来 把中间过程印出来 会让你可以知道说 这个中间的每个步骤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比较知道说哪个地方有出错 那这个行为 有个名字叫做Skull Folding 就是搭银架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在盖大楼的时候 都会搭银架嘛 那这银架 银架长得很丑 对 银架很丑 但是它很重要 就是在盖的时候很重要 盖好你就可以拆掉了 对不对 所以盖银架是在盖的时候有 就像是你输出一些所谓的debugging的讯息 就是说你把这些里面内部的一些变数的 这个数值都印出来啊 这纯粹就知道你自己debug用的 那你一旦就是说 已经这个确定说 这个是对的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些debugging的部分 然后把它关掉 或者把它删掉 然后呢 当然就是说呢 印出讯息是一回事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Python其实内部有一些这个debugging的工具啦 那比较长远的 一个是一个叫PDB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就没有要细讲这个debugging 用这个PDB做debugging的这个方法啦 但是就是说你自己知道 有时候你如果遇到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 那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print out status这个东西 要怎么做 那print out status的时候 常常我们做的时候呢 是有一些策略的 就是说呢 我们会把重要的东西印出来 而且印出来的方式呢 必须要是一个 有意义的一个方式 那这样才会帮助你很快的去理解 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比如说像刚刚的那个 Factorial的那个 的那个 Function来说呢 我们事实上呢 可以做一个事情 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在 每一次他被人家call的时候呢 被人家呼叫的时候呢 他就印出一些讯息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样我们就会比较知道说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边 这边我们印了什么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 一开始的时候呢 印出了一个这个东西 print space 然后Factorial n 那这个space是什么呢 space是 一个空白 乘以4乘以n 意思是说 我们印出4n个空白的意思 这个一个string 乘以整数 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string 就是copy那么多次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你会看到说 我们就会先印这个很多 这个 印这些空白 就看n是多少 就印 就是跟他的成比例的那个空白的数量之后呢 然后呢 印出我们的这个呼叫的这个n是多少 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呢 到底是哪一个Factorial的传入值 Factorial变呼叫的时候 那传入值是什么 而且那传入值越长的话 越大的话 那是会摆在比较右边的部分 然后呢 下面呢 我们还有这个 这个 如果n是0的话呢 我们就会说 这个是 是 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return 是多少 好 return 比如在这边就是 return1 对不对 然后呢 一样我们这个空白的这个量呢 跟前面的这个空白量是一样多的 那如果说他不是0的话 一样 就是一样有那么多空白 然后return看是多少 所以他会 他会 每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 function 他会印两次 一次是在被呼叫的时候 一次是最后 要算出结果 要 传回上一层的时候 要return回上一层的时候 会被 就是 会印出这两个讯息 所以呢 你如果用这个东西呢 你去看看他的这个呼叫的话 就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一个结构出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呼叫 factorial4 对不对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会印出 这边应该是 4乘以4 16格的空格 然后是factorial4 对不对 factorial呼叫 传入只是4 那4 就会呼叫factorial3 3 就会呼叫factorial2 2就会呼叫factorial1 1 就会呼叫factorial0 0的话呢 就会直接就知道他的数值多少 return0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定义的 然后呢 这个 这个0return之后呢 1也return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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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有这个0的结果之后呢 factorial1就可以算了 那1return之后呢 2就可以return了 对不对 那factorial2return之后 3就可以return factorial3return之后呢 4就可以return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说 整个这个过程是这个样子 所以它是一层一层往下走之后 再一层一层回来 可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 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个 今天 的这个课程的内容 然后呢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这一次的作业 那我们这一次的作业呢 有三题 那第一题是一个观念题 那观念题就是说 你先这个看看题目 想一想 再回答 那你如果需要打到 你需要用python试的话 再去用python下去试 但是就是说 希望你在试之前 你先猜测一下 这个结果会是什么 这会帮助你去了解 这个中间的一些 一些程式员中间内部的机制 那第二题呢 第二题呢 就是要 要请各位做一个 做两个函数 那这两个函数 做什么事情呢 一个是 都是跟这个 机率密度函数有关 是常态机率密度函数 还有累积的机率密度函数 就是常态分布的这个PDF跟CDF 好不好 那这个我们 这个作业的这个说明的文件里面呢 有详细的说要怎么做 那你就照着这个步骤下去做 那我要特别说的事情 就是说呢 因为我们是用一个这个 自动批改的方式 那这个自动批改的程式呢 基本上是看你的结果是 是跟他预期的结果们一样 那一模一样才是对的 那因为这种数值运算 本身就是说 会有四舍五入的这个差异嘛 所以我们就是统一规定 就是一律输出的时候 是输出结果的小数 到小数点六位 四舍五入不足不离 那你就说 这这么复杂 是怎么做呢 那其实呢在Python里面很简单 比如说你的答案如果是 最后要输出的是0点 这个112的话 你就print 然后percent7.6f 然后呢这个percentns1 这样就好了 这个percent7.6f的意思是说呢 这个我们到时候小数点后面呢 会有六位 然后呢 然后四舍五入 所以会保住 像里面是像这样子的结果 像这样子的结果 那 所以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大家要知道的 然后这是第二题 那第三题呢 第三题呢 稍微 可以复杂一点点 其实也不是很复杂 那它就是说 它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要计算 所谓的内部报酬率 那你如果是商管背景的同学 大概对这个东西 大概还蛮熟悉的啦 就是 其实只要是管院同学大概都会遇到 那有些同学可能不是管理学院的 我们就大概说一下 这个 什么内部报酬率是什么东西啦 好不好 那 所以呢就是说 现在有一个你投资的某个专案 那这个专案通常就是说 你会先有一笔这个现金投入嘛 就是说 假如像这个是时间走T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会一笔现金投入 在T等于0的时候呢 会一笔现金投入 这个是C0 对不对 然后之后呢 当然就会有一些现金的回收 对不对 这样子 所以这些就是C1啊 C2啊 C3啊 C4 你们下去 好 好 那 所以你如果把一个专案看成是这些现金流的话呢 你当然可以去算这个专案的整个这个 所有的这些现金流的所谓的这个净现值 所以就是净现值叫做Net Present Value Net Present Value 那Net Present Value怎么算呢 很简单 Net Present Value的算法就是这个公式 对不对 好 就是是C0 再加上C1 除以1加R 好 再加上C2 除以1加R 的平方 移动下去 对不对 你如果有m起的话 就到 1加R的m次方 就这样子 好 好 那你会说这个R应该设多少呢 就是说呢 你不同的R当然会对应到不同的MPV吧 那这个IRR是 IR是什么呢 IR就是说呢 是 是让这个MPV等于0的那个R 叫做IR 这样子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MPV呢 看成是一个R的函数的话呢 你就是要找这个R让MPV等于0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说我们像一个专案呢 初期投资123401元 然后接下来的回收是这些 对不对 然后呢 那这个内务报酬率R必须要让MPV为0嘛 那怎么算呢 就是把这些净限值等于0的那个R算出来嘛 就这样子 那typically呢 这样子的这个MPV的这个函数 MPV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R的函数的话 它画起来大概涨这样 就是你如果discount rate很高的话呢 它大概净限值会是负的啦 那discount rate0的话 净限值一般来说是正的啦 那所以呢 我们就是希望呢 我们就假设这个MPV会在0跟1之间 0跟1之间 然后呢 我们在0跟1之间呢 去用所谓的这个 这个binary search的方法呢 去把这个 去把这个 这个R解出来啦 那这边这个解出来的R 实在是这样子 0.05 0.059 601 大概就是5.9% 大概6% 那 所以呢 所以你的任务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函数会take的这个输入 这个输入就是一个 一个自串 一串 一串这个 这个 现金流 对不对 斗点分割的 然后呢 你把这个现金流 这个处理成这个数字之后呢 那你就是去用去算它的这个IR 那我们使用的做法就是所谓的二分必进法 那二分必进法 一样我们可以在 你可以去看你的那个作业 作业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那二分必进法大概就是很简单啦 那基本做法就是 我们是 假设它在0跟1之间嘛 然后呢 你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 0跟1之间切一半嘛 切一半 然后呢 看这个 看 像这边切下来 这边是负的嘛 然后呢 所以我们就继续往这边切 对不对 所以当然就是往 所以是取这边 取这两个点 然后继续往下走 因为 因为就是我们要找的是 它跟这个S走的焦点 就这样一边切下去 然后呢 所以它也停止条件啊什么的 就是依照这个 我们教科书的东西来做 不是在讲什么 依照这个 作业的说明来做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有阶段 的 我说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